嗨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庫倫街 跟陳德路三段的交叉口 那我剛從40出來 那現在是4點13分 我今天出的比較早一點 因為我看就是好像沒有下雨 我就趕快出來 當然我是希望晚上也不要下雨 我就可以過了 我先慢慢騎過去 那麼 那麼 那還車不錯 那麼我呢 其實昨天跑了18趟 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只要再跑12趟 我就達標了 拿到這個 這個第一標的燙獎 我就可以滾蛋回家 沒錯,我今天確實就是要這樣子 這樣子做 我完全沒有想要 增加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燙獎的這個 數量 我想就這樣好好的 這個維持住 這個週間燙獎 45趟 我完全沒有想要增加 這樣 維持好就好了 讓人家跑得輕鬆 所以晚上我呢 其實也不講晚上 就是我今天 我的作戰方式大概就是 挑一些這個 數字漂亮的 這樣 不過12趟 我想應該也很容易完成吧 我也不知道 應該是可以按照資源的經驗 大概 順順的接7點之前 就會有10趟 這樣 所以我可能 今天我的跑法會稍微調整一下吧 這樣 大概 6趟呢 就是 先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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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短行程的 腦袋突然間 忘記 忘記 短單 6趟是短單 剩下6趟呢 再來慢慢的拚 拚拚看有沒有 就是這個 價格比較漂亮的單 大概是這樣 好啦 那我現在要往老地方慢慢前進 今天真的是 就是可以採取 不用太急躁 不用很趕的這個戰術 慢慢的騎 這樣 其實也不會慢到哪邊去啦 反正我要墊斧車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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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動力踩一踩喔 大概就有20了 時速就20了 這樣 然後就卡在這邊 也不會增加 這樣子 也是輕鬆切意啦 好啦 廢話不多說 對了 昨天的影片 就有 就有位朋友 有問到一些 要買墊斧車的這個 問題 那 雖然我有用文字回答 那 我今天 我現在可以過馬路 我現在過馬路 我現在過馬路 先騎到裡面去 其實齁 騎到裡面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子 因為那邊呢 就是 比較沒什麼車啦 車不多啦 靠那個捷運軌道旁騎 騎到那個名泉溪 然後再從那邊過馬路 好啦 那 昨天那位朋友 他就有問到 要買墊斧車的一些相關問題 這樣 那我是有給一些建議 那我也在這個 今天影片我再講一下齁 那假設你是為了要跑 這個Uber Eats 而買的話 我會建議你優先考慮齁 就是大廠牌 那大廠牌 目前齁 台灣大廠牌 大概就捷安特跟美麗達 但美麗達墊斧車都很貴 我很老實告訴各位 我查過 美麗達墊斧車其實 都是那種高單價的車種 他們好像沒有出低單價 所以美麗達自動放棄 那 那捷安特的話 他們有出比較低單價 就是三萬多塊錢上下 大概是三萬六上下 三萬五左右 應該是三萬六左右 的那個墊斧車 那它是這個 他們稱為小徑 當然是摺疊車 這樣 是摺疊車 那但是 這個是新款的 這是新款的 那他們還有出其他 他們還有出其他種的 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都看一看 那 櫻安特這個 這個 這個 墊斧小徑 我是蠻推薦的 第一個它是寬胎 第二個它輪 輪胎比較小 輪鏡比較小 這樣 那輪鏡小寬它有個好處 你下雨天你不怕滑倒啊 各位朋友 因為 因為我這台是 傑安特的 EA60 602 它是屬於那種 大輪胎 然後是細胎的 我就滑倒過 但因為還有我腳長 所以我就撐住了 沒有整台車倒下去 但是 我是建議各位朋友 真的要好好考慮一下 因為雖然很多人會 會想說 欸 我騎腳踏車 那我下雨天就不跑 但是各位朋友 下雨天 才是腳踏車帳號 更要出去跑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單 差不多肥單 單是又肥呢 又好 又美味 那個時候不跑 實在是 對不起自己 這樣子 然後再來那個網友 他有問到這個 這個叫低踏 中間有個橫槓 那個叫高 那個高跨 這叫低跨 我會建議選低跨 為什麼 因為低跨車 你要上下 就你停腳踏車 你要上下腳踏車 其實是相對來說 會比較方便 然後也會比較輕鬆一點 這樣子 那高跨的話 你就下 停腳踏車之後 然後你要下腳踏車 腳還要特別抬起來 太辛苦了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 我只要腳這樣子 過去 欸 我就 我就可以下車了 所以這個是比較方便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電池的問題 電腐車這個電池問題 其實現在不用太擔心 為什麼 因為 這個現在的這個科技 越來越好 我這台是2019年的 那現在已經都 2023年了 這樣 這個 這個電腐科技 電池科技在這幾年 有長足的進步 這樣 那我講的那台 傑安特的那個 摺疊的那個電腐小進 那他 就是 電腐助動的時候 也就是說你同時在腳踩 他其實是可以到 50公里 大概差不多 我覺得你存電就是25 那你加腳踏 輔助 那就是50 當然這個會稍微有點需要修正 例如說假設 你體重跟我差不多 90上下 那你可能就是 50減一點 假設你體重很輕 那麼就是 可能50吧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還沒有騎過那台車 我只從數據上面去參考 他進來嗎 進不來 大概是這樣 好 那麼這個就是 車種 廠牌還有電池 你需要考慮的地方 載重什麼 那個完全不用煩惱 為什麼 你只要有後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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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就可以放大包 再不然你就跟一些 那個 這個 人力腳踏車 外送司機一樣 大包就背身上 其實大包背身上 好處很多 這樣子 不過其實 台灣人不太愛背 這樣 那麼就算了 都不管 這樣 這紅綠都很久 好 OK 大概是這樣子 想想大概就這些 腳踏車其實 保養也是很便宜 非常的輕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像我換個煞車 換個前後煞車皮 然後品質好一點的 大概有700多800塊 爛一點的大概三四百 大概一個月換一次 我跟你講這個耗材真的是超級便宜 對啊 然後墊的錢又很省 各位朋友 墊的錢是真的省 絕對比你家有省 那至於其他的好處 我就不多講 影片上不多講 大家自己去發掘 大概是這樣 好啦 我要專心騎車 好啦 各位朋友 才剛騎到這邊 馬上就接到一單 金站SUBWAY 2.3公里 60多塊錢 可以啦 接受 這個價位可以 不錯不錯 好啦 我現在要去SUBWAY 你啦 好啦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這個 重新北路三段很後面 那我剛剛把我手中第二單送掉啦 哇 那個 鯊魚煙啦 看起來好好吃喔 呵呵呵 不過我不知道原來梁州街那邊有一攤鯊魚煙 那我剛剛去收餐的時候才知道 我又看起來很古樸啊 很古早的 有機會我就 啊 來去這個買鯊魚煙吃喔 因為我是蠻愛吃鯊魚煙的啦 這樣 啊 啊 其實跑Uber East喔 呵呵 其實也是充滿了趣味啊 尤其是在挖掘美食喔 就是 啊 在這一塊喔 其實還蠻不錯的 我有時候真的會碰到一些 欸 原來這邊有這間店 而且看起來好像還不錯的店 這樣 我就覺得 欸 很讚這樣 好 那麼 我現在是要再趕回老地方的區域喔 這樣 因為我剛在 啊 客戶那邊喔 其實送完單之後馬上又接到一單 但是 我沒有接喔 我是直接把它鋸掉了 因為那單呢 是要送到士林去的喔 我 我不想 我不想跑士林喔 這樣 所以 啊 這個就直接鋸單了 鋸單我就趕快往老地方前進喔 不然又會被拉的 拉的太遠喔 就不太舒服了 啊 好啦 廢話不多說 喔 有喜歡樂高的朋友嗎 鐵運裝身站這邊的這個 呃 有一個這個樂高的這個小店喔 哎呀 頂太風我把它按下去了 嘿嘿嘿 好了 算了 這邊有個樂高小鋪喔 還不錯喔 喜歡樂高的朋友可以來這邊看一看 各位朋友 剛剛發生一件超搞笑的事情 因為我接到兩單頂太風嘛 這樣 啊我就收完餐之後呢 就往這個客戶那邊跑 送第一單的時候呢 然後我就跟管理員講說 這個客戶指定要放在管理員這邊 這個管理員一聽那個幾樓幾號喔 幾樓自己這樣嚇一跳 他說怎麼可能 喔 他們是那個阿彌陀佛 喔 吃素的 怎麼可能會有頂太風 怎麼會叫頂太風這樣子 喔 然後就跟管理員兩個在那邊研究了老半天 所以我突然想到 欸 頂太風的那個好像都會有那個 把那個 那個菜單喔 就是裡面有什麼東西打在那個上面 欸一看是 一雙筷子跟一碗白飯 喔 那那個管理員就說 喔 那白飯應該就可以啦 喔 白飯應該是沒有問題這樣 喔 所以有時候 就順利的就把那個 三點就放在管理員那邊 那管理員喔 他還是很擔心啦 他說 欸 這個會不會有這個 那個 吃昏的問題 那頂太風是做昏的 喔 真的是超級好笑這樣 好啦 就是 欸 風到一個 有趣的事情這樣 啊 啊 哎呀 各位朋友 好像快要下雨啦 現在有一滴一滴一滴的小雨 正在滴在我的身上啊 昏倒 我剛剛呢 就是送完了 這個手邊的一單 這樣 水蘭披薩 喔 那還不錯 因為 小小河的 然後靜靜的 這樣子 還OK啦 不過呢 我又被帶到這個 沈樂路山段這邊 哇 今天系統一直把我往這邊帶啊 好像是希望我呢 就是 跑到那個士林去一趟這樣 那我偏不願意 哈哈 我趕快 又再回老地方 啊 好的 各位朋友 目前我呢 是要往這個 啊 這個 沿平北路山段那邊前進 手上有一單 倒數 倒數第二單 這樣 但其實 我最後一單還沒接到 哈哈哈 所以我這一單是第十一單 這樣子 啊 啊 我是確定啦 待會兒送到沿平北路山段之後呢 我就在那邊等一下 啊 說不定我就可以等到最後一單 因為沿平北路山段那邊 啊 就是延山夜市嘛 啊 延山夜市應該有蠻多這個 啊 會有人 會有蠻多人點啊 雖然我在延山夜市 就是取過的餐真的是不多 我不是很有經驗 但我認為應該還是有機會 但我認為應該還是有機會 好啦 那我 先專心騎車 哈哈 好了各位朋友 剛才等紅綠針的時候呢 我接到我的最後一單 啊 但其實我是鋸掉了一單 先鋸了一單 後又接到一單 這樣 那鋸掉那單呢 是 就是 要我送到三重去 啊 我當然不願意啊 就去掉 啊 那很快了 系統又再進一單給我 啊 送到中山區 啊 就是 送到那個 中山北路 啊 中山北路跟那個 明泉溪交代坡那邊 我看地圖是這樣子啦 哦 那是我回家的路線啊 OK 沒有問題我就接囉 那我現在就是去把 這個第十一單送掉 好 好了各位朋友 我現在呢 剛領完餐 在現場等了一下 等了有多一下呢 大概差不多快十五分鐘 欸 其實也不是十五分鐘 沒有那麼久啦 反正就是十幾分鐘 啊 這一間這個叫做宜蘭公證包 公證小籠包 然後大通電 哦 那個客戶很多啊 我在等的時候呢 他們也是單一隻來 然後也有其他的這個 Uber Eats的司機 就是來取餐 大概有三位 三位都是來了 然後報完單號 然後確認要等 然後就直接7單走了 嘿嘿嘿嘿 我是想 反正我是最後一單啊 所以我就給他等啊 那也沒差 哦這樣 呵呵 看來大家 這個Uber Eats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跑Uber Eats啊 真的是 感覺還蠻不錯的啦 反正我就是 單夠多嘛 看到要等 我就不等 我就趕快走了就對了 啊 其實這個工作也 蠻自由的啦 就是 講工作也蠻奇怪 啊 反正就是這個接案子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Uber Eats 其實很自由 啊 它也不會讓你硬性要求就是 啊 一定要你在現場等到 拿到餐為止 才能夠 才能夠走 隨時想要騎 是可以騎的 還不錯啦 啊 我剛在等餐的時候呢 啊 系統又丟了三單給我 但是呢 我就沒有接 這樣啊 為什麼沒有接呢 因為我這 我這已經拿到最後一單了 我幹嘛還要接呢 啊 應該是想說 又來了 你看 大家有聽到又來了又來了 這我不能接啊 啊 我一接我就超過啦 我忍痛放棄 Sukia的 哎好可惜喔 算了算了 好啦 那麼我就 任 就是把手上這一單送完 就OK啦 13秒 我先過馬路 好 Driver 現在在天翔路跟民間西部交大口 我已經把最後一單送掉了 那麼 12趟齁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個燙槍也拿到了 我也已經下線 啊 絕對不多跑了 不再多跑了 呵呵呵 追完那個燙槍 燙次數量往上衝 有時候在追這個燙槍齁 追這個燙槍 追的有點 有點累 因為偶爾會碰到就是 我要忙啊 或什麼 颱風 下雨天沒出來跑 燙槍都拿不到 就會覺得很煩 那 剛剛呢 我就送到的時候 系統又再丟一單給我 呵呵 心很癢很想接啊 不過 還是忍住了 好啦 我就回家了 明天是沒有要跑 因為我這個 周末了 周末的這個 周末的這個 周末燙槍 我是想就是 六日一三天 跑一跑 那五休息 這樣子 好啦 回家 不知道今天齁 大家在跑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天空齁 呵呵 有沒有注意天氣啦 因為我有一直在注意 因為我一直很擔心下雨 啊 結果我今天一直看到這個 雲層一直在發 一直在打閃電啊 哇 但是就沒有聽到雷聲 也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情 不過它就是一直閃電 喔 那 目前是還沒有雨 喔 大家有沒有看到 剛剛就有閃電一下 欸 那邊不能下 那邊不能下 那邊不可以 沒有沒有沒有 左邊左邊 這邊 對對對對對 往前走 然後又 哇哈哈 剛剛差一點 剛剛差一點從這邊騎下去 哇塞 被摔死吧 真的是昏倒 可能第一次騎啦 不熟 大家有沒有看到閃電 喔 今天一整晚都在閃電 喔 真的很誇張 好啦 那麼 廢話不多說 唉唷 真的很誇張 哇 想想剛剛 剛剛那個人 我還是沒阻止他 可能就 就這樣下去了 然後我可能就要趕快幫他叫救護車 沒辦法 沒辦法 他那個設計其實很不好 其實我第一次騎的時候 我也是 嚇一跳 我想說 怎麼狀況好像不太對 趕快按剎車 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熟了 熟了就知道 就是 那邊其實是樓梯 喔 那要 那要轉小彎一點 轉到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什麼腳踏車道上面 喔 這個是什麼聲音啊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有沒有聽到 各位朋友 哇 不得了啊 有什麼活動啊 大江河濱公園 大江河濱公園 然後有活動啊 各位朋友 好 太遠了照不到 算了不管 好啦我要回家啦